欢迎光临杏子咖啡屋 我是哈利杏子 今天是杏子玩具店的第一集 我想要在这边介绍一个我很喜欢的公仔给大家认识 他的名字叫做牛奶妹 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吧 牛奶妹的日文发音是 很多奶妹名都会问我说 如果想要收集牛奶妹的商品要去哪里购买啊 我平常都是在日本不二家的网络商店订购 或者是到日本的不二家实体商店 有时候我回去逛逛Mandarake 就是专门卖二手书、二手玩具、古董玩具的这种专卖店 去找一找看有没有比较年代久远的牛奶妹 偶尔会去跳蚤市场挖宝 还有就是日本朋友他们从各地帮我收集来的一些送给我的礼物 除了以上的管道 其实在日本的小妻啊 每年都会推出 就是有附赠糖果跟玩具的那种超值娃娃组合包 这样的组合包呢 我已经买过好几次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呢 2017年我就是单单忘记这件事情 所以当我在网路上看到网友写说 2017年黑直式奶妹已经入手的时候 我才在那边捶心肝 真的 好恨喔 所以我就疯狂的在网路上搜寻 终于让我在亚马逊商店找到了这一支 黑直式牛奶妹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一支黑直式牛奶妹 你看是不是很特别呢 我们说起牛奶妹啊 她的衣服永远就是那种比较可爱 她以可爱风格居多 不是像公主的造型啊 不然就是像小女孩的样子 偶尔会出现和服啦 像这样打扮成中性的造型啊 而且是以黑直式的服装出现 真的是非常少见 这一支是可以收的喔 她的盒子上面呢 就有印有黑直式奶妹跟女僕奶妹 那配合黑直式这个主题呢 连盒子都是黑色的 这边有写2017年 PECOTOR 看到这边当然我们觉得很新鲜很特别 我也觉得好兴奋喔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箱吧 好我现在就把它打开喔 打开啦 想要开箱喔 好可怜她头被抱起来 赶快去把它打开来 奶妹登场 嗨你好我是牛奶妹 好可爱喔 你看 虽然是穿男生的衣服 可是 还是很可爱 衣服是很帅啦 真的还蛮帅的 可是她脸还是奶妹啊 所以还是觉得她是kawaii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一支比较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 你可以打出来吗 想到了吗 就是这里 当 奶妹的蝴蝶结呢 都是红色的 可是这一款呢 因为是黑直式 所以她就绑成黑色的蝴蝶结了 嗚呼 我爱牛奶妹粉丝团 那因为她是黑直式啊 所以我们要让她去咖啡厅 为各位大小姐服务 无糖 小冰 对吧 现在就请大小姐为大家介绍一下我黑直式奶妹的制服吧 燕尾服的后面有两个可爱的小钮扣 超正式的吧 看一下喔 袖口呢 就有缝上一些小蕾丝 是不是超kawaii呢 还有大家看一下我帅气的靴子 超好穿的喔 黑直式的奶妹 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有没有很新鲜呢 那我的黑直式外套呢 其实是可以脱掉的 虽然它超紧身 但是因为它布料很软 还是可以拿下来 啊啊 嗯 不过因为好像真的很紧 所以要脱的时候 请各位小心一点点喔 免得拉坏了 大小姐加油 啊啊 终于脱掉了 好那把燕尾服脱掉了 里面呢就是一件银灰色的背心 酷吧 看起来是不是帅帅的 帅翻了吧 我好喜欢这个背心喔 因为我觉得它好闪 再看一下我的外套 只条纹裤子 搭配黑色靴子 我就是黑直式奶妹 谢谢大小姐为我做详细的介绍 ありがとう 现在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打扮 请看一下总共有 夜尾服外套 银色小背心 还有白色上衣 黑色领带 以及黑条纹的裤子 大小姐 甜甜圈店已经到了 请问你想吃什么口味呢 我可以帮你拿喔 哦你说你要想一想啊 好的没有问题 你慢慢看喔 哇说这个甜甜圈的口味真的好多喔 哦大小姐你看 没想到连杯子都这么可爱耶 竟然还长了耳朵 你想要吗 哦你说你不要啊 好啊那甜甜圈的口味你想好了吗 还没啊 好啊那你再看一下好了 还是你想吃冰淇淋呢 冰淇淋看起来好像也很诱人耶 啊真的很难选对吧 啊你说你最近胖了 可是你又很想吃喔 嗯那怎么办呢 还是我们只要买一个就好啦 买太多好像吃太多也不太好耶 而且等一下好像就要吃晚餐了 好那我们下次再来买好了 今天胸先看看吧 哇哦看了今天的介绍 你是不是对奶妹更心动了呢 如果你也喜欢牛奶妹 欢迎加入游幸子主持的 我爱牛奶妹粉丝团 请帮我们的粉丝团按个赞吧 好那今天的介绍都到这边 黑子室奶妹要下班了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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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